观灵成功的要点 参加观灵术前的准备 确保充足的睡眠 在参加观灵术前 养成早睡习惯 以保持良好的精神和体力 观灵成功时 在灵界的活动会使人疲倦 所以保持良好的体力非常重要 事先告知家中神明和王者 在家中告知神明及王者牌位 参加观灵法会的时间和地点 希望他们按时出席 保持平静心情 观灵术需要平静的心境 若有杂念或情绪波动 先安定心情再参加法会 放空大闹 不要担心观灵后无法回来 保持放松和心无旁骛 有助于观灵成功 只怕你观不下去 不怕你回不来 参加观灵法会过程中 在法会过程中 随时告知法师所见景象 使整个过程互动性高 经验丰富的法师 能较快了解您的状况 并根据实际经验提供协助 观灵成功的关键 法师念咒后的十分钟至半小时内 参加者可能出现身体摇晃 灵动现象 如看到光线 举手并等待法师协助 如感觉在走路并看到风景 例如青草路 黄泥巴路等 这是观灵初期景象 举手并等待法师协助 直接看到神明出现 这是观灵进阶景象 举手并等待法师协助 总之 观灵成功的关键在于看到光线 景象 神明等时举手 让法师改变咒语为您引路 这样您才能进一步游览 圆成功 花树丛 并探访网生亲人 朋友们 本堂专属频道 可以找到各种吸引人的影片 包括观圆成 观灵术 观洛音和灵界等神秘主题 赶紧订阅 点赞并将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一同揭开灵界奥秘吧